陸家議員 請歡迎 我們高雄市議長 我們高雄市市政府成績長 兩位副市長 各位首長以及處長 還有各位議員同志 各位媒體先生 各位電視器旁邊的弟兄 姐妹大家好 那麼我先用我不農的主意 向各位問候 表示真實的歡迎 感謝 謝謝 我想今天非常高興 在第一次的 第一屆的 一種11會第14次的大會 那麼本人在這裡排到第二位 那麼我在這裡 首先感謝 我們高雄市市政府 在這幾年來 推動我們岩箱的業務所成 那麼第一個 就是感謝我們高雄市政府的地震局 我記得上一屆 我提出有關 岩箱的 申請這個 申請這個 戴眼鏡一下 申請這個 有關地震的資料 那麼經過 波折之後呢 我想市政府 已經 准理在三個岩箱 發出這些 我們這個地震的業務 顯現到我們高雄市 對岩箱的重視 我想大家都知道 岩箱 這個浮沿管大 那麼有時候 在山區的氣候 不宜測 有時候下雨 有時候暴雨 那麼岩箱要處理一些事物呢 必須要 勞命奔波到 兩個美農地震宿所 或是其山地震宿所 那麼我想這次在大會裡面 也顯現到市政府 對岩箱的一種愛戴 讓這些 申請這個地震的資料呢 能夠在 七公所 核發 所以在這裡 說起來就是感謝 那麼我想 要請問一下地震 這個區塊 除了這個地震的資料 那麼未來 像岩箱的 所有 五年土地 土地的一種 權狀 是不是要在岩箱 還是要在 岩地的地震宿所來領起 我想 問一下地震局長 請問一下地震局長 謝謝議長 謝謝柯議員 那我想 柯議員建議的就是說 先把一些比較簡便的 騰本的部分 我們做一個處理 就是透過網路 這樣的做 我們做到了 那議員如果說建議說 那個權狀的部分是不是可以 因為 我們的權狀就是 等於是一個登記案件的部分 那一個登記案件的部分 它按照法律上規定 它是有很多的登記步驟要做 就是從收建一直到 花這個 花這個土地全壯 我們要經過七八個 甚至於十個登記步驟 那這一部分的難度稍微就高一點 除非就是說有一些 比如說我們是有批制作業 比如說有一些地極圖重測 如果是整個批制作業的部分 我們做完了 那要做一些重測換轉到里林 那個是可以考慮 如果說不是 個案的一個登記案件 比如說我們這個原住民要申請 原住民保留地的移轉 那個移轉的部分 它就是要做成一個登記案件 它要填寫申請書 那個那個 這個處理的流程就會比較長 那一部分的話 可能我們必須要再做一個研究 那個局長 我告訴你 你為什麼你的原住民 太不方便了 你如果這樣沒辦法 我建議你們地政局 派他們兩個專人 派他們兩個專人 大原鄉 找一個地方找一個地方 這政客的啊 不然你說真的 那些原住民要下來一座樓四點鐘三點鐘 那你再回去 啊我們地政局 你說多一兩個 多一兩個人派 派給原住民 三個兄弟我派兩個要撒 你去報告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一個公司的地方 一個就是紀三地政策書 一個是美容地政策書 那它們的邊界都很少 都差不多二、三十個 二、三十個就要應付每一天的人民申請案件 當然若是有政策書 我們是可以考慮就是說 如果說啊剛好有一個據點 你會將近跟派一個看要去茂林 或是什麼 那也什麼 那也合理啊 我這個跟議員報告一點 現在跟議員報告一點 就是說我們的流程 叫定規整個流程的 收件審查 登部散狀 差不多齁 它一個口 差不多齁 差不多一個登部就是一個人 你如果去調去的時候 定義後 它的生產鏈轉 那個收件轉過去了 就是說正常的運作 什麼東西就對了 人舊 你這種人力不夠的 是是 他會跟我們市政府 你要市長建議 是是是 有時候沒有必要的 人力浪費太多了 啊你像你這種市長 你看 你像我們地政局 這種服務原住民的 這種應該要做的工作 屬心啊齁 我們富林的 有時候 多餘的人力 你那些 幾萬兩的 要給地政局 去處理也是很合理的 是不是 我想這個議長 剛剛那個建議 柯議員他原來講的 那個騰本 我們認為是 是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們就 就 我想請市長回應一下 應該這個 因為路圖比較謠言 看看怎麼處理比較 讓原鄉 有一個方便 好 謝謝議長 謝謝 柯議員 因為我想我們現在幾個原鄉 確實交通 非常不方便 那我覺得我們的民政局 應該跟地政局合作 來協助地政局 讓我們的原鄉 我們原鄉的區公所 我們在這個部分 地政局應該有專人 在做一個必要的服務 我們完全贊成這樣 減少我們的 在 住在我們幾個 山區的這些原住民 我們的市民朋友 如果有需要 他 你應該受到一個 最有效力便捷的服務 所以我們支持 謝謝 好 請坐 坐 你聽到了 謝謝 我跟民政局 怎麼樣 好 我想 我想問一下 我們交通局 目前 目前我們 三十八個區 目前的交通狀況 狀況是如何 因為第一個 每一個都有公車 唯一納馬夏到現在是還沒有 我不知道桃園有沒有 茂林有沒有 跟柯議員報告 因為台二十一線現在公路局假線都還在搶修 那目前是禁止 所以我們是公車到吳立浦 吳立浦建立納馬夏這一段要等他通車 那這件事情我知道柯議員非常重視 所以我們一直跟那個假線公路段一直在爭取 那他最近給我們喊是說 他認為路況是不允許 如果我們要進去他也沒意見 但是我們是覺得他前提是說很危險 他叫我們進去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還是確保我們的市民的安全 所以是等他這個整個路弄好 吳立浦到納馬夏弄好以後 我們那個救援公車馬上進去 前陣子我有到我們第三公主住假線 他說中興巴士可以過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跟我們這些 他有講中興 但是他是說希望我們這個安全 而不是我們來負責 他現在是封起來 他認為說因為大家在爭取說 包括高雄客運的公車要進去 但是他沒有確保那條路線安全 他雖然講中興公車 但是他沒有跟我們講 那你這樣講也不對啊 那西安山都可以過 那我們原鄉就不能過 現在跟柯林報告 現在絕對不是說我們不要過 或是我們故意不要讓他過 就是說這條路的安全是 因為我們那個路線早就是這個開了 開到納馬夏 那個到民生嘛 那這個這個部分已經 已經是在我們這個服務方案內 但現在就是說 如果他這個路現在還沒有辦法 確保行車安全 我們還是以安全優先 絕對不是說故意這件事情 我們那個包括市長就說 這個整個就醫專車這個部分 都是已經開了 對 好請坐 因為我一直想 很多岩香老人 我不曉得是要他怎麼就醫 只有包車 那麼我不知道岩香 又沒有身心障礙的那個車 那麼他們都是只有包車下來 我想這個岩香 實在那些老人很可憐 還需要叫人家來包車 我不知道這個 我們交通局 還有市府團隊 對岩香的一種 照顧這些老人 不知道怎麼處理 我想請市長來回應一下 市長答案 好謝謝 我想整個那個 岩香就醫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交通局可以再評估 那我們那些市民朋友長輩 確實在就醫的部分非常不便 不過我想科醫也很清楚 我們整個要到我們山上那麼下的道路 支禮破碎 大概如果稍微疑似大一點 馬上都整個交通都中斷 我打斷一下現在目前是還沒有疑似 對那我會覺得說 在整個路線安全 現階段的話 我會覺得我們的交通局 應該再評估 好不好 評估一下用中心Bus 尤其是讓我們這些長輩 他們在一個就醫的部分 我覺得讓他們迅速安全的就醫 這是我們市政府的責任 我覺得我們交通局 我們潛力在這個部分來支持 那個社會局長 焦翁局長 你們可以比較像 那些童彥珍童議員 會做法 沒有啦 讓有社會台中 堅證啦 是不是 欸 你這家的紀錄車中間的不是那麼多 你如果一個 你如果三個保養 你一個地方放一個 派一個書記全人大 應急 這是屬實的 我相信這種行為 欸 社會很多神心的人數 很愛做 絕對立法黨會絕對有人能做 你如果他們的三鄉而已 三個地區 你如果集他一隻 你不管是應急就應 我們都去做 都去試看看好不好 因為我報告一下 那原鄉的救護車就可以 那你說這個中巴士又不行 那這個又有一個另外一個差別 救護車是一種緊急 他就敢送到外面 那麼今天就是說我們交通局 沒有為原鄉那些老人 還有甚至於想到都市就醫的 都沒有辦法好像 對原住民的這個潛意 喪失掉了 我想請交通局這個 再研究一下看看 好 這樣好 因為公共運輸 那個救護車就是 希望直接到納馬下 讓他有四個醫院 那現在都是免費搭乘 那這一段的安全 我是不是回去再馬上 包括我們現場 這跟三公處再一次會堪 好不好 如果這個OK 我想說大概這幾天就趕快去會堪 可以的話我們趕快把它從無理埔到納馬下都趕快開 這樣好不好 那跟科研包括 就是 不是在不想開 因為我們本來就開從納馬下到四大醫院 只是說 台21電的修復的期間非常的長 那這邊請那個科研都包含一下 我們馬上再跟三公處一次會堪 來看那個路線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下一頁 下一頁 好 我想看一下圖案 我們先看一下圖案 我想這個可能是教育局的吧 這個地方是 人像 打卡諾 李明像一眼陳情 我想這個地 這個教室是 打卡諾的托兒所在這裡上課 這個是一個從辦公處 那麼上面這邊呢 是有機力台 發射台 那麼 教室裡面有電訊的一整機房 那麼我想問教育局這個區塊 因為這些兒童都在這邊上課 會不會影響到兒童 尤其是這種發射的一種狀況 如果 如果說影響的話 我想 教育局的應變措施的話 你應該 如何還是去參訪 勘察一下 我想請 我們 教育局長說明一下 來 教育局長說明 謝謝議長 謝謝科路加議員 烏林娜明米桑 那個 這個目前來講 納馬夏現在只有兩個 那個分班 托兒所 一個是民生 一個是瑪雅 好像沒有這個 所以目前來講 這個地方 無所知道是 這是托兒所呢 對 但他現在沒有收托兒所的學生 我剛剛再一次確認我 那個 科長 他說目前來講 那麼只有 民生跟 那個 瑪雅 兩個托兒所 那這裡來講 是沒有托兒所 的孩子 所以這個基地台 目前我們 我請科長再去確認一下 到底是 是誰在使用 那你先去查看看 因為我上次 那些托兒所 有的 因為有的是 合併到國小 幾歲以上到國小 那有的是 留在這個地方 就蒼訪一下 先了解一下狀況 好 因為 基本上如果 因為我們是 從社會局那邊 接托兒所 那目前在局裡面 這邊有案的部分 是沒有這一個托兒所 所以我要再了解一下 如果真的是有孩子 我想這個安全的問題 我們會再深入去評估 那就是麻煩 蒼訪一下 檢查一下 是不是 確實有 因為這個是 人民陳情的 好不好 好 這個是你從水 聽的是 我們那個 科長 我們那邊的 托兒所 那麼 分班的名冊 沒有這一個 他是說 這個地方目前是沒有 沒有幼兒園 是 納馬下那個館長嗎 托兒所館長嗎 我們 托兒所來講 目前是 納馬下托兒所 他有兩個分手 一個是民生 一個是瑪雅 就這兩個 那是沒有這一個托兒所 不過還是要再確認一下 如果是真的是有 我們當然要考慮到孩子 他在這個地方 這個安全 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至於 後續 柯議員所提到的這一些 我們再會講 相關的單位 再來做一下評估 那不管是 有沒有頭要手 現在我要問 我們民政局 因為 充幫工作在這裡 你認為是合法 裝這個 基地台嗎 還有機房嗎 這是 民前充幫工作 安民生 我想問一下民政局 你了不了解 這個 因為這個是 大家如何 這個 里長 反應的 那幾講 當然 好 謝謝議長 謝謝柯議員 這個地方我沒有去過 所以我再了解一下 再跟里長 進一步了解 不了解 那就你先了解一下 如果說有的話 怎麼辦 要撤除還是 好 我先進行了解 要請相關的 相關的單位 我們去勘察之後 再撤除一下 好 謝謝 好 下一個 因為這個是牽涉到我們 原住民 這個教育 支援教師的 因為 過去原住民的支援教師 都是 有 原住民委員會 用這個公益載件 在三年的計畫 讓這些地區 所有的原住民教師 在 配合我們學校的課程 來推動 那麼 那麼 今年 今年 年底 就已經取消了 我不知道 有沒有取消 那麼我想問一下 主委 主委 今年底 確實是要截止 導致我們現在 所有的主委老師們 都非常的焦慮 惶恐 那我們也知道 我們的主語 是通往祖林的道路 如果缺少了這個主語的 這樣的一個學習環境的話 就好像失去了一個 身分證一樣 何處是而家 所以本會已經警覺到 這樣的一個信息 所以我們目前有三個方向來做 第一個就是我們有開設一個叫做語言草 那我們可以提出申請 來弄一個所謂的語言草學習班 那這個部分是可以提供給主語老師去做教學的延續 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有一個叫做升學的這個輔導班 因為作為將來他考大學高中的這個加分作用 那這個部分主語老師也可以向我們園民會來申請 第三個就是最近行政院園民會推動的一個叫做 第三類學習的十年計畫 那這個第三類學習計畫呢 就是由其老跟主語老師來擔任這個師資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他們針對我們的主語啦 文化啦 狩獵啊 相關的習俗等等這些自然生態的教學 來提供給我們小朋友 那這個對象就是指國中跟高中生 那有六十個小時來去做學習 他得到了這個結訓之後呢 這些結業證書他可以作為將來升學的一個加分作用 一個優待 那更好的就是說 這個班開設之後 他可以提供那個所謂的行政人員 這行政人員是包含老師的主語老師 一個班三十個以上的話 有十五個主語老師跟行政人員的 這個等於是工作的一個就業機會啦 所以我希望科醫院在這個部分 如果有機會的話 本身本人也會 對外做一個更加的一個輔導 那目前 在所有的原住民的地區來講呢 花蓮的阿美族 台東的悲南跟屏東的這個太武 排灣族 這三個族已經有申請通過了 那我們希望 明年把這樣的一個訊息 告訴我們所有高雄市的同 那個主語老師們 趕快提出申請 謝謝 我打算一下 我想問一下 既然說 嚴明會 不支持 不付錢 那麼你們在 我們高雄市 嚴明會 這些老師的支援 你要用什麼 經費來支援這些主語 我們沒有不支持也沒有不補 不是 我說經費 經費 經費的部分就是要提計畫來 你剛我講的前面兩天是本會在實施的 就是 那個是一個語言草 還有一個社區 那學校的老師呢 我想 學校的部分的話 這個就是 那我想問一下教育局這個地方 母語對無問題 這個也是一個 學校教育的一個主語 我想問教育局這個區塊 教育局 謝謝議長 謝謝柯議員 我們高雄市算 本土語言的推動是 最務實的 所以每一年的考評 其實我們都是全國是最好的 當然我們在國小的部分 事實上都有課程 那我們主推的包括 閩南 客家 還有原住民 這個是主要的三個 這個本土語言 那原住民語來講 只要學校有一個孩子 他想要修讀 他的哪一組的語言 學校就要開課 那當然這個老師的部分 就由校長去找 經過認證合格的師資人來學校上課 所以我之前到納馬夏國中去看 我特別去啦 就剛好有一個老師 就在對著一個孩子 來教原住民族語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是持續的給學校協助 那就是學校 就是由教育局來支付這些 終點會嘛 對我們會去找終點會 來補助他 那現在我就要建議 教育局長 除了原鄉 除了原鄉 族語正常以外 都市的 都市的部分 因為在鋼山這個區塊 有些很多族群 不管是市族也好 哪一個族群 希望在教育局裡面 能夠調查一下 哪一個有師資的 配合那個區塊 因為鋼山這個區塊呢 有很多原住民的學生 沒有師資 就老生呢 硬性就寫台語 到了長大了 整個都是講台語了 我想這個呢 在鋼山這個區塊 也配合我們 嚴明會這個方案 來推動一下 很多都市的原住民 到現在沒有寫族語的 到現在還不會講母語的 我想這個區塊呢 特別強化我們 教育局 這個多關心一下 我想國小的 國中的部分 我們是學校老師 那成人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也在協調設大 盡可能也能夠開 只要有 有這樣的一個 原住民的 我們的同胞 他們願意來選 盡可能也讓他們來學 那透過這樣的雙方面的互動 孩子的那個母語的 才不會流失 我們這個會繼續努力 現在最重要就是 先調查我們都市 像鋼山那個區塊 好 我想我們岩香是還好 很多族語老師 好 我們來努力 好 請坐 好 下一個 好 我們首先看一下圖案一下 這個是我簡單簡介一下 這個是無理譜 一直到那把下這個區塊 那麼總共這個乾邊橋有12座 12座 那麼610或者太地颱風 這座橋被衝斷的有123456 6座橋被衝回了 那麼綠色的呢 目前是還在 這些綠色的 目前是還在 那麼這些 21線 這個國道 台21線 它是 它是 這個路線是 隨著 奇山溪 靠邊 或者是 跨 跨 跨航的 邊 做一個橋 那麼這個區塊呢 是非常 隨著這個河邊 當颱風來的時候 有些地方都很容易 土石或是橋 沖毀 所以這個非常 難行 難行 那麼在9月10號 那麼我想公路局 隨著沒有沖創的 這些道路 隨坡 整治 那麼我想目前都是 好的 現在鋼邊角好的呢 是能夠通行 那不好的 它是隨著旁邊 來做一個航管 是暫時性的 為了要因應 這個 我們納馬夏區的一種工程 為了因應納馬夏的工程 隨著 隨著這個道路呢 就是開通 那麼我想問一下 問一下 問一下 六一令之後 有到納馬夏區的 集處首長 請舉手 好不好 好 我想 這個 問一下 趙局長 因為上次你有上去 你認為這條路好不好 你走了之後 走過之後 我去過兩次 但是這一次 去的路況比上一次還不好 不好 也不好 就這個路而已 還有沒有其他 那麼我想問一下新公處 這一條路 因為這個是 是有中央來維護 那麼我們地方政府 有沒有配合我們中央這個 一種協調 讓督導這個區塊 因為到目前 都還沒有發包 那麼現在是已經十一頁了 再過來是十二頁 再過來沒有幾個月 又是訓取 那麼我的意思就是說 希望這個工程 能夠在還沒有訓取之後 能夠搶修 因為這個道路 是納馬夏最重要的道路 沒有路 一切後續都停擺 沒有辦法再執行 我想公路局這個區塊 我想聽一聽 你們目前的一種 跟中央的一種協調是怎麼樣 謝謝議長 謝謝科路加議員 這條台21 從吳立浦到納馬夏的路 我們知道610之後 它的乾便條 就是科議員所講的 有幾座都損壞了 那610之後 科議員也有 積極要我們去聯繫這個商工處 那我們也請商工 因為整個台21 它屬於省道是商工處要負責 但是居營 這也是各種市民必要的道路 所以我們有積極協調 所以在9月10號 他就把它搶通了 那目前為止 搶通的部分 他有些部分都是用這個水泥航管 來做一些臨時的通行設施 那我們也跟商工處聯繫 希望這些要修復的 或要重新補強的這個鋼便橋 希望他在明年訊息之前 要全部能夠完成 那提供我們市民一個回家的安全的路 那第二件比較重要的是 我們市府也有幾個 像新工處負責的行政中心 或者是派出所或衛生所 我們的工程也需要這些聯外道路 來運送我們的人員 跟具具跟材料進去 所以這部分呢 我們會在積極協調商工處 在訊息之前把這些路況呢 把它趕快整理好 能不能保證啊 我現在已經很擔心啊 我當任議員兩年 都是繞著阿里山那邊 還有這個關山 能不能保證啊 這個區塊到明年 可不可以全部通啊 跟科醫院報告 那這個部分因為他是屬於山工處 我們會去協調 然後把議員的這個期待呢 我們會通知他 那接下來的部分當然是 我們也希望 這個公路總局呢 趕快把他這個永久方案呢 定案呢 那我們才不會每次在 這個雨季來臨的時候呢 這個道路又中斷 我想在這裡建議齁 這個區塊 第一個優先來做 知不知道這個因為這個區塊齁 這個河道狹窄 河道狹窄 河道狹窄 那麼如果說 這個區塊沒有辦法做的話 我想後續 我看都沒有辦法做 包括在這個無理埔這邊 這個地方是已經沖的擴大 橋也橋面或是土石都已經流失了 我想這個區塊是 建議第三工程處齁 盡速把這些 比較艱難的齁 在這個興起先做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下一個 我們是看一下哈 你看看 這個是乾便橋 這你看到這邊就已經斷了 這個 這個二十一仙道 這乾便橋 那這邊你看看 那麼我想這個齁 二十一仙道這個區塊齁 就是無理埔到這邊 我想就是能夠配合 我們地區的核專區 有些地方要輸進 因為這個在施作的時候 目前現在 沖壯的這個土石 有的意義很高 希望就是說 馬上反應 希望地區的核專區 協助一下 把這些高處的 把它輸進一下 往旁邊 讓這個河流 能夠很順暢 因為這個區塊 這個 無理埔到那麼下 說實在 這個都是隨著這個 河面 彎彎曲曲的 當它一颱風 河水真的是暴漲 那麼我想這個過去 我不知道 公路局為什麼會 用這種乾便橋 你看底下 等於說做了這個 有沒有效啊 我問一下新工處 這個好像把河水堵住了 你看一下也 包括石頭 包括滾的那個木材 都被擋到了 你認為這個工程 適不適當在我們野溪這個 大河這邊 做這個乾便橋 應該是跨業的 應該是適合 你認為呢 當然 謝謝議長 謝謝科路加議員 我想呢 當時公務局 大概做這個工法 他是在一個緊急的搶修 那目前為止 我們了解 他已經逐步在加強 就是把這個 柱子跟柱子的捐距加大 然後他打激裝 那我想目前 這十二座橋呢 他已經分批 希望呢 就是把這個垮距加大 就是避免剛剛科 科學員講的就是 比方說那個 土石流啦 或者是山上的這個原木下來以後 把它沖毀 那這部分 我們會再跟山公處反應 希望 在安全的範圍內 能夠保護好這些橋墩 避免這個 有土石流 或是大雨的時候 又沖毀 好 謝謝 好 下一頁 我想這個路面 我想也是要加強 因為這個有些凸顯 凹凸的 也希望把它列到裡面 新工處 如果說 在做一個安全 一種檢視之後呢 能夠提醒我們第三工程處 這個區塊 稍微做一個集配 我想這樣的話 就是臨時沒有辦法鋪這個 柏友路的話 能夠用集配來弄平 我想這個區塊呢 應該是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我想這個是暫時性的 暫時性 做一個工程的道路 還是工程的一種變道 我想這個區塊呢 能夠列入我們未來 在我們原鄉的一種道路的 一種工程的檢討 好 下一頁 好 幾次談到納馬夏七的工程 我想先看圖面 這個有五座 納馬夏七的工程 看一下圖面下一頁 未來這個是公園 我們第三工程處它設計的 橋面大概弄成這樣 有一種弧形的 下一個 這個是民族橋 這個是民族橋 也是一樣 讓各位 因為這個 這個大概明年 汛渠應該沒有問題 那麼未來呢 可能在原鄉的一種特色 每一個溪柳都做一個 崗古的橋 下一個 這個是民泉橋 那麼這個民泉橋 我再提醒一下 因為這個區塊 等於是水綠局 水綠局的部分 現在它在施工 那麼在上方這邊 有土石 就是納子蘭西 納子蘭西 我想這個水綠局 你看看北河南景 這個區塊 看看上方 那個地方 是不是能夠 輸進 輸進一下 因為如果說沒有輸進的話 從納子蘭西 留下來的土石 我怕這邊還有一個住家 會衝到 這個對岸 這個因為是從 從山上 沖下來 留下來之後呢 會影響到 對岸的住戶 這個區塊呢 我想 讓水綠局了解一下 當然這個工程是 我們第三工程次 那麼有時候 我們的工程 也要 配合我們水綠單位 該輸進的 就輸進 我想請問一下 水綠局局長 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柯議員 那個 納茲蘭西 還有到那個 納 納黎羅西 他大概有需要輸進 那這個工所 他有提報 事件這個輸進的工程 我們大概是長度大概 一百 一千八百公尺 那這個部分大概輸 可能要 輸進這個處方 是六十萬方 那目前我們幫 把這個計畫送到 水綠保值局 那個南區分局 那水綠保值局 他們是把它列為最優先來處理 那現在等他們經位核定以後 就可以 辦理那個輸軍工程 聖報 好 請坐 觀賞一下 下一個 民權 這個是民生 民生 這個區塊 沒有角柱 就直接跨業 我想這個明年 可以帶動我們地方的觀光 下一個 這個是 剛剛是民生橋 這個是 民生橋 下一個是 Dagana Dagana Dagana的 這個 溪跟橋樑 已經安裝好了 這個是讓各位 知道一下 因為南馬俠區的有五座橋 我想在中央 在 輔助之下 預祝之下 我想這個會帶動 我們岩香的觀光 也會帶動我們 岩香在 興起期 不會再孤島 這個是 跟各位 簡單的一種 秀一下 好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 好這個已經不要看了 這個剛剛 好我想 岩香的道路最重要是 一個馬雅道路到民生 這個七塊 我想 這個七塊呢 是岩民會的經費 那麼 這個 這個 目前 他做的 只有到 馬雅 到 那個 梁亭 那麼梁亭 上方呢 還有三百公尺 我想 我想請 嚴明會 這個答覆一下 這三百公尺 目前 你用什麼經費 來 輔助 讓這些道路 接到 農路 來請答覆 好謝謝議長 謝謝科醫院 對於岩香的這個 道路安全的關懷 跟關心 前幾次我們也 跟那個中央重建會的 陳執行長一起去 勘察過 那麼我們也把相關的一些訊息 告訴我們的 陳執行長 那重建會的這個部分 最後還是 交給我們地方來處理 那跟議員報告 今年度的這個公務預算是有五千萬 那麼我們分別在三個區 都有這樣的一個協助跟補助 那議員所關心到的這個工程呢 我想因為經費我們今年度的 已經大概是用的差不多了 明年我們想一定會用 以最快的速度來配合辦理 讓學生或者是農民 要去工作或者是上學 都一個很方便安全的道路 也是我們市長 一再關心的這個部分 他前更議員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謝謝 還有一塊就是 納澤蘭溪那個地方 納澤蘭溪 納澤蘭溪的部分 是因為這一次的那個豪雨 所造成的一個大崩塌 這個是因為所謂的地質的脆弱性 所造成的 所以我們已經跟中央園媒會申請 希望說能夠申請災害所謂的補助 那這個部分呢 中央園媒會一直都還沒有跟我們做回應 不過我們現在做一個緊急的措施就是 我們請區公所 用那個所謂的開口合約的部分 先打開一條通路 讓那個1.5噸的車子 農車農用車先行通過 讓他們去做一些採集 或者是耕作的方便 這個部分我們先去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好 謝謝 好 下一頁 下一頁 這個不用看了 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我們納馬俠的工程 我想這個納馬俠的工程 有的是區公所 有的是研民會 我想了解一下 納馬俠的工程 一般在局裡面 督導是哪一個單位 哪一個單位 哪一個單位 納馬俠的工程 是哪一個單位來讀導 好 跟議員報告 是屬於我們中央園面會的經費補助 這個部分的話 是我們園面會來讀導 先跟你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但是 你想一想看看 你們獨島 比如說那個 瑪雅到 西安山這個區塊 有一個大崩塌 現在是舊有的道路 那目前你們怎麼處理 你到現在都還沒有處理 上一次中央重建會 陳執行長 跟那個百樣區長 還有本人 我們共同一起去 勘察會看過 確實是非常的危險 那這個經費 是屬於中央的 直接撥到區公所來去執行 所以變成是 園面會跟中央重建會這邊 要共同去關心 我們也把這樣的意見 反映給陳執行長 希望能夠找出 一些解套的方法 就是說 看有沒有辦法去 找出更多的錢 來挹注這個部分 因為 確實是非常的龐大 不是 現在出去要這個要通 你不通 怎麼 怎麼處理這個 對啊 所以現在我們是 那個 剛剛不是講嗎 就跟中央重建會這個部分 看有沒有辦法 像行政院園面會這裡 再編一些經費來 那或者說 再另外做一個所謂的 減坐方式來辦理 那工程保險 還沒有辦法先做嗎 這個區公所在做聯繫這一下 確實是已經造成很多的部分 那這個你要督導吧 有有有 我們也跟白樣區長說過 應該要 找一個所謂替代方案 先看了一下 那個修一下 修一下 剛剛圖面那個 你看一下 這個應該可以推嘛 這個區塊 這個兩邊都還好好的 只有圖 圖拿掉就可以了 有一些部分是可以處理的 我們就盡速處理了 但是大崩塌的那種危險性 基石工會這邊 我們有請他們去做勘察 上次我問 確實是不能的話 上次我問 基石工會 他說可以 只要先推 先推 讓車子過 讓車子來壓 對 這種的是可以 那我剛剛講的是那個 你剛剛講的那個 往 雙連絕那個部分的大崩塌的部分 他是建議我們有沒有 有沒有辦法 找出一個另外的一個替代道路 是這樣子 那找出另外的 因為現在的山 你不能再去碰 你越碰越糟糕了 那個尤其是納馬蝦的土質 非常的鬆軟 脆弱不堪 所以 我們現在正在請 記住 那 那我問你 這個這個奇怪就不要做了 既有的道路就不要做了嗎 還要另外找 不是不做 是我們跟氣功手機做演藝 看要什麼樣的方式來辦理 這個我已經 那先研究一下 把這些好 既有道路 因為這是莫拉哥重建的 那麼這個是 但是在重建之後還沒有驗收 應該還有這種 對對對 沒錯 工程保險 看看怎麼調 是不是先用 這些保險 先處理的先處理 那麼還沒有處理完的 我想把它盡快把它爆一些災害 對 尋求這個中央 程序我們已經跟氣功手 已經督促他們文藝行文給他們 趕快依照一個程序來辦理 好 謝謝 謝謝 好 下一個 好 我想 岩箱 這個七塊就是每天 610 這個颱風之後呢 我想這個土地很多流失 很多流失 我想問一下地震局 流失的部分 如果說要復原的話怎麼復原 在那裡 這樣說是水晶 這就是分主 就是經濟地震懷 production 也簡直叫做我們 可不可以 這我就不清楚了 欸 就我們立場來講 當事人如果他沒有提出來的話 在我們的地震 地級資料裡頭 這個東西是存在的 就沒有科研講說 我要混亂的問題 這個氣功所不是有報給你們嗎 這些土地流失的 有沒有 這個流失的部分如果要辦 他滅屍登記是地主他 自己要 不是現在他不要滅屍啊 就是保留看看有沒有什麼 方法來協助 這些原住民把這些圖 恢復到 可以耕種的 這個區塊 我們大概地震計畫沒有 那就是流失就這樣 不管了 那這個就請那我看那火治機長 你拿一下 人民的生命財產 對啊 你說的話說 土地流失啊 土地流失 這個 要申請 你們三個 我們市政府不算 沒辦法沒辦法應付 這是首位 對 報告議長好 還有報告科議員 是這樣子喔 在法律上來講 土地流失他的 他滅屍 一旦滅屍權利就消滅 在法律上 可能沒有損害賠償的問題 但是 是不是可以用損失補償齁 行政上損失補償 可以研議看看 對啊 所以你說 你現在地震機長 你一個人沒辦法 沒辦法 因為現在 原住民那些居民 希望這個土地還要保留 因為他必須要用農保登記啊 你把它滅屍 那就是去農保 那議員他這個是法律的規範 因為你流失就是已經自然滅屍了 這個權利沒有辦法說 因為他沒有報呢 但是事實上是不存在了啦 所以我是說 這個部分在法律的定義上 他是滅屍 依法他們是必須辦理滅屍登記 我現在能不能用什麼潛道啊 我是說如果是輸進 這個土地流失 輸進的話把這些 土填到那些 那些流失的地方 可不可以 對 對 我是土地便便 跟議長報告啦 現在這種 這個啟寶堂還是什麼 有時候是 那個是漢地喔 水田 我知道有時候他的 有時候走這邊 有時候走那邊 所以幾年是這樣 回復回來的話 土地還要他啊 對啦 我說 我告訴你就是 好了 你土地流失他 但是他這塊地也是永遠存在 他是永遠存在 他沒有聖請滅屍 他只不過說 這次610 河水暴漲之後 往 水溫往旁邊結果流失了 那現在他們要求是希望政府就是 能不能用什麼方法來填堵 然後做一個防洪 對 是不是請那個法治局長跟地震局啦 這是人民的事情 你們好研究看看 你可以說一句 我們一句 就說他沒辦法 他沒辦法 他在佩生 他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是 原住民 土地所需求的 也是祖靈的 他又申報這些農保 你是不是流失了 哇糟糕啦 沒有沒有辦法登記農保 我是想請教那個科研 那個是不是 他是不是有公佈河川區還是什麼 沒有沒有 都是水田 旱地 只不過說 這次颱風之後 這個 河水暴漲之後 往旁邊衝過去啦 那個水利局 你這個應該知道吧 我上次也被報 報給你應該知道吧 這個土地的 就是漢地土地那個沒有啦 如果是有河川的 你在河川旁邊 被流失的話 大概那時候有一個莫拉克的條例 就是你把這個河房的安全 把它弄好以後 但是你在蘇軍的時候 你就把它恢復 不過這個是要 回田就對了 回田 回田 回田啊 一直剛剛 河的旁邊啦 但是你說的 可能在 有一個自動水保 自己流 你現在說 在河川旁邊 含土地 不是都一樣的意思 我們說我們市政府 是不是有設法 同回田 讓人有一個 完全的土地 這樣才對 你總是做什麼 面師 這樣 土地 這個民主 我也是在這裡 是說這個 這個土地 這個土 是留在旁邊 這樣而已 你是不是這塊鞭鞭鞭在這裡 是不是 我們市政府 你說 貿易無 工匯田 你說 水利局長可以這樣做 是嗎 另外我們市政府 這裡局長 沒有辦法這樣做 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柯議員 有時候天災不可預測 但是天災所造成原住民的損害 那我覺得我們的地震局 水利局 華治局 我們來研究 那說看這個部分 如果 雖然這些 它的所有的土 土地被流失 但是我們如果還可以在填土 或者他們應該有一定的界線 對 那個蓋 要怎麼說 你的地震局 就是界線啊 對 這個應該 這個應該要保留 那可能 他們因為這種 天氣的背後 變化 他可能很快 他還可以 他的擁有錢 我覺得應該給你尊重 這個部分的界線 我覺得我們應該把它 做一個很清楚的 一個標誌 那當然有一天 但是在另外一部分 在這個過程 我看我們有沒有可能 透過水利局人為的努力 讓這些土地 能夠讓我們的原住民 真的 原住民很多時候已經 什麼都沒有 他 唯一擁有的土地 這個部分 我覺得 天災 在這個部分 對他們有很多 造成非常大的損失 但是我們來協助他 看因為我想 水利局 你們有在 圍的土地 這個部分 有沒有可能 因為他是要種植 對 這個部分看 能不能有用什麼方式 我覺得我們就請地震局 水利局 水利局 法治局 我們這個部分來協助 但至少 原住民擁有這些土地 這個是我想我們的地震局 應該善盡保護的責任 謝謝 我想這個透過 我看水利局 透過地震所 把這些土地的流失 先丈量 然後配合水利局 如果說塑進之後回田 我想是這個很好的辦法 我想在這裡再提醒一下 謝謝 好 下一頁 下一頁 我想這個在南域沙路那邊 大家都知道南域沙路哪一個區塊 有一個就是野溪 常常一下也都是往這個市區那邊 或者是往那個自立造屋 不是他們的避難屋那邊 看一下圖案 很快 這個地方 這個是就是往那個 他們的避難屋沖過去 那這個是一個道路被沖了 我想能不能配合我們這個水利局 勘察一下 包括農業局 看看怎麼來整治 這個因為對於我們原住民社區 或者是避難屋的這個安全 有大大的衝擊 因為我們原鄉 當我們一下雨 最怕就是下 豪雨 甚至於是影響我們的一種 生命的一種財產 希望這個區塊 也希望這個水利局跟農業局 排一個時間來勘察一下 下一個 好 這個是向我們工務單位 建議一下 這個台二十 下一頁 這個不用了 剛剛已經講過了 好 這個公務單位 這個二十一線道 有一個二零七公里 這個區塊 這個是公務局 好看一下圖面 這個地方 藏藏積水 那麼這個水呢 都是由 南一沙路過來 這個南一沙路過來 然後這邊是 有馬雅 那麼它是匯集在這個地方 每當下雨的時候 這個區塊 都會擠水 為什麼呢 由於這個 航管 可能設計的時候 太小了 我想建議我們公路單位 做一個勘察 然後修復 讓這些 這些 未來 這個 二十一線道的 一個 道路 能順暢 因為每當 颱風的時候 這個 就一直擠水 可能是 航管被堵住了 或是要 需要擴大 好 下一個 這個剛剛已經講過了 下 好 那麼我想 鹽香是 有一個特色 就是水蜜桃 我想 跟那個 紅肉裡 我想 這邊 借用我們觀光局 為了鹽香 目前是道路 說起來也是 可以走 但是 這個就是要小心 那麼鹽香的特色 除了水蜜桃 還有那個 紅肉裡 啊 以外 那麼我想 想請問 我們觀光局 在三到五月 這個區塊 你們 在我們鹽香 要做出 哪一種啊 推行 或是都市 或是鹽香 就是配合地方 做一個活動 比如說鹽香 攝爾濟 那麼我想這個地方 啊 可能是 產期的水蜜桃 也可以帶動 都市的 往那馬下去觀賞 如果說 剩餘 好像過剩的 啊 也能推到 我們高雄 場務 或者是 蓮池塘 我想 想了解我們觀光局 未來 明年 大概怎麼運作 來 請 Donna 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科督家議員 對觀光議題的關心 我想分幾點 跟 科督家議員做一個報告 第一個這個 明年三到五月 特別是剛剛 科醫院特別擠 水蜜桃跟螢火蟲祭 依照今年的經驗 這個水蜜桃 跟這個 特別是螢火蟲祭 吸引非常多的 這個觀光客上山 那時候也有特別開這個 螢火蟲的這個專車上去 那我想 比照今年這個方式 我們提早來做規劃 在螢火蟲祭的時候呢 能夠做這個 整體的這個配套行程 讓更多的這個官方遊客 可以上去 當然前提是這個道路交通 要能夠便利安全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呢 針對原鄉 除了說 那麼現在桃園 還有茂林 我們現在 有規劃整個這個 原鄉的這個旅遊動線 我們希望說 配合 山山風景觀景區 就是那個茂林 國家公開觀景區 他們也有這個搭配 那這個搭配呢 我們配合我們市府的這個方案 希望把原民區 既有的這個風景點 還有它 經過修復之後的這個風景點 能夠搭成一串 那我們會提供鼓勵的措施 包括現在每進去 那個只要是這個旅行社 帶一個觀光客進去 我們就補貼到150塊 那這部分我們會持續來辦 那現在目前為止 大概有一萬多人次 進入我們這個原鄉區塊 那以後我們想把這個人次 能夠再擴大 那這樣子用旅遊來帶動 產業的復興 好 謝謝 好 我們原住民部分呢 原住我們主委 還有等一下農業集方案 再補充一下 好 謝謝議長 謝謝科議員 剛剛觀光局這邊已經 把他的願景說出來了 我覺得非常好 那我們原民會這邊也剛好推動一個叫做 觀光推動小組 那這個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要展現我們這高雄市 14個族群的一些文化特色 讓我們的文化能夠交織 並去帳範觀光 所以才成立這個目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已經請陳副市長 擔任我們這一次的 這個觀光推動小組的這個召集人 我們秘書長呢 是擔任這個副召集人 那各區 各局處呢 有九個局 包括觀光局 文化局等等 激發局 那也有擔任我們這個委員之一 來共同延商討論 我們原鄉未來的觀光發展 那跟各議員報告 這個推動小組 目前我們預計在明年 有兩個方向要做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擴大辦理所謂的 南島文化藝術季 讓邀請這個我們所謂的 原住民的那種鐵人三項 邀請國內外的這些選手 來我們這個高雄市來辦理 第二個呢 就是配合所謂的賞銀步道 還有那個納馬下的這些 所謂的水果 來運輸到我們高雄市 我們現在市長給我們一個 叫做原住民市集 我們已經結合農業集 辦理那個叫物產館 我們已經找了一個地方 那這個未來 會把我們原鄉部落的一些 不管是農產 或者是一些文竄產品 都會放到這個地方來 我們來協助他們來推銷 所以只要我們的 台二十一線通了 它就可以持通到 那個阿里山嘛 阿里山的打哪一股 這邊一通 相信那馬下的那個 那個觀光景點 或者是我們地方的產業 絕對會附贈 這是我跟議員做簡單的說明 謝謝 那農業集說明一下 謝謝柯議員 那麼我想整個在生鮮水果 整個一個觀光行銷 產業觀光方面 我們農業集會配合我們的觀光局 其實我們都會在整體的合作中間 那麼另外 在生鮮水果的行銷方面 剛剛我們言明會範主委也有講 那麼除了說在聯池坦的高雄物產館 我們會每天都擺設以外 我們在我們的左營高鐵站 還有我們的油級高雄物產 我們會擺設 另外我們也會結合我們的超商 來做一個整體的行銷 那麼最重要的 我們加工食品方面 比如說我現在生產過剩 我怎麼做好加工食品 包括紅肉梨醬 包括我們的那個水蜜桃 那現在青梅在甲仙地區農會 做得蠻好的 那麼甲仙地區農會 它現在也會在 已經在研發我們的紅肉梨醬 果醬還有那個水蜜桃的部分 那麼這個部分 我們高雄市政府這裡 也潛意來支援我們鹽香 還有我們的甲仙地區農會 做好研發這個加工產品的部分 以上報告謝謝 再兩分鐘來 兩分鐘 再秀一下下 那個民權社區的社區 我想因為這個 是我們八八風災之後呢 我們民權社區 有一個叫中和籃球場 中和籃球場 過去八八之後呢 這個圖 秀一下圖 這個呢 當時八八風災 地面都是泥泥的泥沙 那麼經過一些人民 或者是挖賭機來整治 那麼我想這個籃球場呢 已經好像是破損了 還有上面都已經生鏽了 還有地面 還有包括司令台 司令台已經脫落了 看一下下面的 好 這個 這個 座台 還有這個 水溝 我想 這個 這個 我想 想請這個民政局 能不能為 岩香這個籃球場這個區塊 做一個 公共基層 一種設備 來維修 因為我想七公所 我想這個 說實在已經 沒有錢了 我想 要求我們民政局這個區塊 是不是能不能 來維修 補助 這個 維修這個籃球場 來民政局長 東 謝謝議長 謝謝柯議員 柯議員 所提出來的這個籃球場 他所在的位置的那個土地 是私人的土地 那當然這個籃球場過去也都不是屬於 李活動中心的這個管轄的範圍 那目前這個土地有一部分 據我的了解是有教會在租用 但是因為 這個如果經費要去維修的話 我想可能會有一點困難 不過我們可以去了解 我會跟區公所再去討論 如果地方的居民有這樣子 使用我們運動設施設備的需要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什麼地方 可以做這樣的處理 因為這個如果要再去修理它 包括這個土地都是私人的 恐怕使用上會有困難 對對對我們去查過了 所以這個部分 我會再跟議員說明 我過去的部分我的了解 以前在鄉公所的時代 是在鄉公所的時代師做的 那當然他們也有跟中央爭取經費 來做這樣籃球場的設置 所以我想這個我們再了解一下 看有什麼方法可以去克服 你如果是提供大眾公共使用的 這應該也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來跟蘇林的 你說的中央就能幫助啊 他有說我們可以做 這如果是提供公共使用的空間 研究還有什麼 我們在研究跟區公所討論一下 因為他那個部分齁是私人的土地 有一部分是在停車使用 一部分是教會在足用 所以沒關係我們可以再去 整個這個部分進一步去處理 好 好 好啦齁 休息十分鐘